在农历七月可能大家都认为有败有保败吧 在很多人可能也会担心啊 一般民众啊身上可能会带着平安服 那么如果家里头的宠物呢 因为民间传说猫狗其实比较容易看到灵异的事件 而台北市政府很贴心哦 就特别制作了宠物用的护身服 也要让宠物报平安 不论是台湾传统的道教祈福 还是到日式神社参拜 新城泽灵无非就是想要去去梅韵宝平安 但这样的护身服您看过吗 可以啊哦 可以可以 安读安读 可以 好 来 来 好 去给你 勾住人细心的帮财六个月大的远园 系上红色平安服 虽然远园一直不安分的咬着脖子上的平安服 但主人却很开心 感觉还蛮好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养狗 所以很多东西只要是说喂狗狗好的 其实主人都会尽量去做 方圆远许的身体健康的愿望 在一年一度的台北市动物祈福法会上 其实有更多已经失去爱犬爱猫的死主 将想对往生宠物的话写在祈福小卡上 每一句话语都是思念 只希望你们在天上一切安好